歡迎陳總監 不要這樣說 大家早晨五安 兩位好 他乒乒乒跳進來直播室 他說很興奮 很久沒來 想想多久 兩個月前而已 來多些好 一來有新歌 那你要多派新歌才來 謝謝Ian上來熱鬧樂壇 亦公佈了7月20至22日 會有自己的solo演唱會 暫時 只是暫時 就開三場 在亞博 亦同時和大家宣佈 到時會跳舞 還有音樂總監都是我自己 應該會很忙碌 其實這麼聰明可以嗎 不不不不不 純粹找多些東西來做搞事 太有空了 不不不 嫌自己太有空了 想多參與多些 可能做音樂總監這個角色 編排自己少一點跳唱歌方面 多些做其他東西 也不是的 都是貪心的 都是懂的不懂的 都拿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當初有這個決定 是自己主動舉手 還是戰戰經經 經身邊的人 推一下推一下 不如你做 是怎樣成為自己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因為這次很榮幸可以再次邀請世榮做我的監製 其實事前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開了很多次會 大家其實也有很多概念 不同的想法想呈現出來 包括一個舞台 或者整個主題 或者音樂性上 聊聊聊的時候 大家覺得既然 我自己這麼麻煩 這麼多想法 不如你自己參加這方面 就可以把自己心目中 最想呈現的東西 再完整點呈現出來 是不是世榮所說的 這件事你又想了 那件事你又想了 那件事你又想了 那就是你做了 是不是這樣的語氣 世榮很支持的 而且他也很鼓勵我去主動參與 因為他也知道我個人比較被動 但他知道如果我參與多些時候 自己又會開心 他也會再積極一點 再主動一點 所以就有這件事出來 所以其實Ian一收到 有Solo Concert 在今年七月發生的時候 已經腦子在想想怎樣做 不然不會年初的時候 已經跟世榮拋出了很多想法 沒錯 腦子已經不停每天在想 應該怎樣做 我也想知道 從來都會有很多想法 我們在每一次的熱鬧樂壇 就算是一首歌 也有很多畫面 或者在自己睡房彈展示範圍的時候 已經想好世界是怎樣 過去又有多寧靜 其實你從何時開始 有一個個人音樂會的畫面 個人音樂會的畫面 其實經常都會突然出現出來 因為我都常常去看表演 看表演的時候 首先會經常坐 如果有幸可以坐得前一點 我經常都會回頭看 如果幻想自己站在這個舞台上 角度的感覺會是怎樣 所以每次我看完別人的表演 我回去就會想 自己的表演會不會有甚麼可以做 所以不停都這樣想 還有我對上一次 真的開自己個人的 上次的音樂會是2019年 這幾年期間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而且自己也寫了很多歌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有很多不同的訊息出來 所以其實很興奮 很期待一個屬於自己的 第一個音樂會是怎樣 所以我自己是很興奮 還要做音樂總監 把自己所有腦海 曾經幻想過的東西放進去 演唱會我們慢慢再講 反而要進入歌曲 因為要有單曲 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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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變成一個過癮的大型音樂會 沒錯 而這位陳總在今年年初 上一次 Lost at First Sight 這時候已經說 今年已經有整個故事劇本 有每首歌套 整個劇本會不會把劇情放進這個表演 如果今年的故事劇本就沒有放進表演 表演有第二個故事 表演有第二個主題 還有第二個 老海宗真是一個故事想呈現 一個畫面想呈現 所以跟今年寫的幾個篇章的故事不同 也好 大家又可以看完 又期待一下 我還說會否在表演上 預先唱一些新歌 其實他已經預備好了 對 我本身想在表演之前 多出一些新歌 但也要跟 因為我們比較鼎盛 我們其他隊友 MIRROR的團隊 所以也要配合行程 你也知道 所以你兩個月沒有上來 其實也很短的 不要說到好像很久 今次 Thank You Pursman 甚至整個故事 不會放在音樂會上 那你又會不會唱這些歌 那些歌是會唱的 至於唱到第幾個篇章 就有待大家到時看 但那些歌是會唱的 只不過可能是 在今年的這幾個篇章 故事情節 劇情發展上 就不會整個故事放在舞台上 但歌是會唱的 好 上次就在一個懷舊形式的 舞會那裡一見鍾情 接著就發展了這個故事 去到這個長一點的 Thank You Pursman 是否這樣發展下去 其實是的 在劇情上 就是男女主角 初初一見鍾情 所以這次MV上 沒有交代得很仔細 他們已經開始在一起 反而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可能是一起做一段時間 但各自有各自的夢想 或各自有自己的事想做 分隔二地的一個故事推進 其實最原先最原先的是 沒有決定是long distance的愛情 但因為自己適逢要去英國開tour 本身就想在那邊可以拍攝MV 然後想想想想 其實本身想帶出主要的劇情發展 都是男女主角已經有貼密的 穩定地交往一起 不如就long distance 大家分隔二地 長距離 都依然是很貼密的感覺 很明顯聽到這個導演 雖然有故事 但也可以因為每一個現實環境 轉向劇情 所以他聰明 音樂導演自己做表演的時候 可能會不舒服 自己轉向他 或者我這陣子排舞好像進度不好 不如以後跳少一點 我踢緊一點舞舞 踢緊一點跳舞的音樂 陳齊宜 陳齊宜 我覺得這是創作挺有趣的一件事 因為我原本有一個藍圖 但每每到最後一刻有些現實的事 你要跟著計劃走的時候 去推動這件事 都是其中一個樂趣的過程 但你這個故事的大綱 或者麥樂已經在 其實最主要是說一對情侶很甜蜜的拍拖 或者你整個故事想帶出的重點是什麼 是愛情是如何的甜蜜 還是什麼 故事想帶出的重點 要去到最後一章 才會知道 我操不住它 輸了 很聰明 因為寫這個故事 其實是想大家在追蹤每一個篇章的時候 會覺得是這個走向 但其實所有東西去到最後一個篇章 看回頭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可能還會變的 對…這件事是有復不 不過這個Thank You Postman的藍本 應該是要填密 你寫的展示的時候 是否也很甜蜜 展示的時候也是很甜蜜 今次寫完展示後也沒有修改 很貼近原本展示的 可能在節奏上 所有東西都是想跟著 原本純粹的展示的感覺 所以你拿著木結他去掃出來 沒錯… 沒錯 我也有做一些計劃的 但是很簡單的一些 一些音樂模式 都是跟大家現在聽到的 即是比較直接的 你是否知道要開演唱會的時候 所有歌都開始節奏感強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想法 感覺到 其實我有聽過一些意見反應 或者一些聲音 擔心我比較多慢歌 會不會在演唱會的流程上 比較平一點 或者可能叫做悶一點 現在就很有信心和大家說 不會的 因為我們的Rundown出來 和整件事的呈現 是再加上音樂的Rearrangement 一些鋪排 是不會覺得很平的 還有再加上其實近年 都出了很多不同風格的節奏的歌 而例如《Lost at First Sight》 和《Thank You Postman》 這兩首歌 都是有幻想過自己唱現場的時候 的那個氛圍去做 覺得現場的話 應該都挺帶動到的氣氛 跟以往的歌 好 所以他可能這大半年 接近一年的歌 製作也有上舞台現場的畫面 沒錯 設計上 對,例如《Lost at First Sight》 那個吉他 solo或是音樂性較強 都是因為覺得 如果在現場的時候玩 大家聽的時候 應該都會挺開心 挺好的 其實你自己是唱作人 然後現在做了音樂總監 我覺得他的思維開始 越來越一套 越來越具體 可能他在寫《Thank You Postman》的時候 你已經想過 在台上既然要合一首 我們不知道是甚麼歌 不如我試試拉長這個intro 或者我把這個ultro接到下首的intro 是不是已經有一套 可能你在寫歌的時候 已經跳到演唱會的位置 有,絕對有 例如說回《Lost at First Sight》 它的ultro其實也有少許留白 因為最終會唱的旋律 前面有個吉他 solo 但是ultro的時候沒有了 就覺得在Live的時候 每次都玩不同的新的吉他 solo 或者做一個ultro 也是一個挺有趣的位置 因為現在自己想做一些歌 不是純粹出一首歌 譬如覺得歌、MV、歌詞整件事是一體 但適逢今年開Solo Concert 也可以放一些東西 是兩者有關聯的 所以當初寫歌和開始編排錄音的時候 都已經有想過這方面 一套完成了 因為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講歌的時候 又講演唱會 又講對愛情的看法等等 既然和上一首歌有關聯 但上一首歌的填詞人 和今首歌的填詞人 又不同 其實這也是當初有個很有趣的想法 其實當時也有想過拍MV 每一個MV都是不同的風格 完全不同的 所以腦袋也轉了很多 至於在文字填詞人上 的確想同一個故事 但由不同填詞人的文筆 他們的揮筆填出來 可能也有不同的感覺 但圍繞著同一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和愛情也相似 其實每一對情侶大概的路程都是這樣 大家相識、拍拖、結婚、生小朋友、組織、家庭 但形狀是一樣 但其實大家當中經歷的細節很不同 所以劇情是大桿的故事 但每一張字的文筆和用詞都不同 所以特意找不同的填詞人 沒錯 但這位導演應該拿著同一個劇本 告訴大家 是的 拿著同一個劇本 他暫時呢 你就寫在這裏 現在的愛情發生到 就是和陳詠謙的位置 請問陳詠謙的細節是怎樣 終然都是說拍拖 大家相識 很開心 你和他擴起上來 你又覺得怎樣 因為和阿謙上一次的合作 已經是四年前 正式開始的時候 你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Thank you Postman和正式開始 都是在描寫兩個人 互相牽掛的那種 然後很甜蜜的那種 但Thank you Postman就會成熟一點 我覺得是配合現在的 正式開始真的比較純粹簡單一點 青春一點 少男一點 對 少男一點 所以MV也有少少鏡 跟正式開始有少少關聯 例如一些第一身的視角 是呼應正式開始的 Hallows門有沒有看到這件事 不知道 要問他們 要大家留言 但我覺得這部MV很好 雖然是兩格 雖然在英國拍攝很有心 但另一格可以讓Hallows門 配合他們自己的畫面 跟陳詠謙一起做愛情故事 一起看日出 當初有想過 之後宣傳的時候 可以叫大家一起參與一下 互動一下 就像那些挑戰一樣 像一格一樣 像一格一樣 你看幾成又想起來 你所有事都想好了 這首歌是陳詠謙和你填寫歌詞 而在編曲方面 除了你還有Justin Yao 既然你都想完 我常常幻想 曲詞編加什麼都是你都可以 是否因為我要做巡迴 不如分給別人做 其實我覺得自己有一個缺陷 就是我不太懂得跟別人溝通 有時我想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我說出來變成第二個意思 就會令別人忘記了 所以自己覺得 不如自己盡量做多些自己做到的事 就會好像貼近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看到網上 其實Hallows Moon 一早都留了很多問題 我們都擔心看漏 我們現在看看有什麼問題 或者Woody在家裡 在PG Woody病了 問問題是 陳總監會跳唱其他歌手的歌 演唱會會有多少首不是自己的歌 有的當然自己的作品 大部份都會唱給大家聽 其實比例上唱別人的歌 我自己覺得欺負到好處 欺負到好處又不算太多 但因為選曲方面 都是因為要圍繞主題 或者圍繞舞台的呈現 並不是純粹我自己不關事地 我私人私心喜歡這首歌 就放它下去唱 所以其實都是關於音樂主題的 好 既然自己是音樂總監 會不會帶好自己很喜愛的樂器到舞台 例如上次Lost at First Sight的第一支結他 或者其他很喜愛的結他樂器都放上舞台 絕對會 而且早兩天又再跟造型師在聊 對 衣服也很麻煩 對 我就傳了很多支自己的結他 我想用這支你覺得是否合適 就是要配上衣服 這位陳重也要想起來 所以是有的 會有自己的結他樂器會帶上台 沒錯 這個Solo Concert 還會唱一些自己未發布過的歌曲 未發布過的歌曲 暫時沒有這樣的確實想法 因為我覺得也要看看 接下來第三支歌是何時推出的 譬如第三支歌已經在演唱會前推出了 其實因為第四支歌都已經可以準備好 可以看看會不會演唱會今時推出 有機會 你今年打算拍幾首歌 其實我希望最少五首 嘩 我覺得可以 真的兩個月一首新歌 希望 因為有在 陳總 你既然有這麼多首歌 會不會爭取出大碟 有啊 我每天都在爭取 現在今天都在爭取 公開爭取出碟 因為我覺得出碟和出單曲又很不同 出單曲的時候 譬如好像剛剛說的 那個一體是 譬如歌、歌詞、造型、MV、故事 但其實出碟的時候 又是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 可能整隻碟裏面 所有不同的歌 或者可能甚至一些 一隻碟的intro 或者中間放下去的一些過段的音樂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故事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可以參與 或者可以發展的可能性 和空間就會大很多 所以我自己是 一直都很期待有一隻屬於自己的實體碟 好,好,好,好